隐瞒了39年,迷雪坦言,如果当年她没抛弃我,我早就当奶奶了。 最近TVB热播的《唐星风暴3》已经大结局了,比起第一二部,第三部反应没那么好,满是槽点,直到大结局好像啥也没看一样,估计当初很多人都是李思琪、夏宇、迷雪等原班人马去看了吧。 九枚露面的TVB老戏古人的出现,让观众大呼过瘾,尤其是迷雪,一露面就引得观众一片惊叹,气场全开也撑起了这部剧的颜值,已经演过60的岁了,这精神,这容貌和身材,哪里像60岁老人的模样。 最近迷雪参演电影《无问西东》再次大火,她饰演一个广东大户人家的老妇人,优雅大气,知书达理,电影中的她依旧很美很年轻,丝毫感觉不到她已经60岁了。 其实说起来,迷雪还是很多人最早的童年回忆呢,她是最早的电视剧《射雕英雄传》的黄荣,当年21岁的迷雪一出道就是女一号,起点也颇高,她评级最美黄荣缔造了电视史上第一个收视破百万的奇迹。 年轻时的迷雪真的很美,眼睛看起来别有风情,满脸的胶原蛋白,一瓶一笑都特别有韵味,在那个没有整容PS的年代,不知道吊打多少如今的当红小花。 如此美貌,当年不少人为她痴迷,就连成龙也败倒在她的石榴群下。 据悉,当年成龙对迷雪一见钟情,但当时成龙还是一个普通小演员,而迷雪已经是当红的女星了,所以不敢表白,也只是暗恋。 后来成龙慢慢走红后,才开始追求迷雪,写情书,送花,送跑车,苦追她多年,终于抱得美人归。 但成龙得到后却不懂珍惜,1979年,成龙遇到了邓丽君,为了追求邓丽君,抛弃了迷雪,这段感情对迷雪的打击也很大,这也成为迷雪至今没结婚的最大因素。 时隔几十年,成龙和迷雪已经成为过去世了,不久前还看到两人同台的照片,看着两人没有丝毫尴尬的模样,或许早就释怀了吧。 迷雪曾在访盘中被问到她与成龙的往事,她感叹,如果当年两人没有分手,或许现在已经当奶奶了吧,但如今迷雪依旧单身一人,连孩子也没有,或许这多多少少也有点遗憾吧。 参考来源 参考来源